歡迎您繼續鎖定2020聚焦關鍵 我們看到針對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 美國方面這個疫情稍個不停 又再升溫了 當然也包括像是加州敵士尼 原本說7月17號要重新開放 現在又得要延後 而且不只是美國 看到中國大陸的方面 第二波的疫情再起 而且說病毒的感染力 比前一波高出十倍之多 大陸方面雖然喊說7月份要清零 但是怎麼可能呢 而至於台灣 大家很開心地在過端午節的廉假 不過昨天冒出了這麼一個個案 說台灣回到日本的這個女學生 採檢是證實屬於弱陽性 確診這個個案 那麼他在台灣三個多月的時間 到底去了哪一些地方 有沒有可能成為台灣方面的 防疫破口呢 好 為您介紹這個小時 加入討論的來賓 資深媒體人黃創下 大家好 還有我們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大家好 好 說到了美國方面疫情 正好要先帶我們來看 說這個加州 迪士尼7月17號沒有辦法開放 當然原因就是因為整個美國的疫情 不斷地往上延燒 到底現在情況有多嚴重啊 全世界小孩子要哭泣了 迪士尼本來要開放 7月17號重新開放 可是現在抱歉不能開放 很簡單 原因是什麼 只有一個就是疫情 其實迪士尼是全世界對於這個疫情 受災最嚴重的公司之一 迪士尼也七萬個員工 裡面大概有四萬一千個員工 從四月底就開始放無薪假 一路放到六七月 到現在不只迪士尼的員工 還有迪士尼的那些迪士尼的小朋友 都很期待迪士尼開放 可是沒辦法 現在加州疫情反轉了 加州疫情迎來了它的大爆發 重點是當迪士尼宣布說要開源的時候 網路上已經超過有七千個人連署 希望迪士尼不要開放 所以迪士尼迫於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有了連署 第二個是因為整個加州 光是24日就新增了七千個病例 這麼多個 對 24日一天 我們台灣還在為一例斤斤計較的時候 他們加州24日就已經七千 一天就七千例了 所以我要跟全世界小朋友講 不要難過 為了健康迪士尼沒開 這是一件事 好 那還有蘋果 蘋果因為之前 之前蘋果真的是多災多難 蘋果第一時間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蘋果店都關了 然後中間本來很多美國地區 蘋果店逐步打開 結果發生什麼佛洛伊德的事件 佛洛伊德事件的時候不是打砸搶嗎 很多美國人打砸搶都搶什麼 第一個就去搶蘋果 對於很多美國的有色人種來說 蘋果電腦蘋果手機 本來是沒有辦法消費得起 打砸搶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畫面 因為蘋果電腦被洗劫而空 那好了 好不容易佛洛伊德事件 目前看起來慢慢落幕 結果美國疫情又升溫了 結果很多蘋果的門市啊 關閉 包含亞利桑那州啊 佛洛伊達州啊 北卡龍那州等 都開始關閉 所以對於蘋果來說 他們疫情也非常非常慘 那紐約 紐約這是我們大家關注的重點 因為紐約其實是整個美國疫情的第一波 對不對 對紐約來說 他們疫情第一波的時候 但是我們每天看紐約州 中央的古播啊 開記者會等等等等 那好了 紐約州 因為他們防疫其實蠻好的 紐約 紐澤西還有康乃迪克 這三個州 他們其實都是防疫第一波 那他們因為防疫第一波 所以他們很認真的防疫 所以目前他們整個疫情是下降的 可是問題是 我們不要以為這件事情結束 因為他們在二十四號召開 一個聯合記者會說什麼 要禁止 未來有十九 在全美有九州 包含阿拉巴馬 阿肯舍 亞利桑那等等 九個州的居民 未來如果抵達紐約的話 新澤西還有康乃迪克 就這三個州 州長的 你要自主隔離十四天 所以州跟州 往來也要隔離喔 沒有錯 但是他因為很簡單嘛 對他們來說 如果這個東西 我如果讓這些人 進到我的州的話 抱歉 我未來疫情 誰來幫我的忙嘛 因為我們看到這些圖都很清楚嘛 我們看到他包含阿克 社州等等州 奧瑞崗州等等 所有疫情你看 看起來是平緩對不對 對 可是在最近 全部是上揚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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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 加州更是喔 尤其是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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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加州 所以說因為現在美國疫情 現在的態勢是這樣子 他的 他的東方 包含所 包含我們剛剛講 紐約州等等的 都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他的西方 就是我們看到的加州 還有南方州 都迎來疫情的大爆發 所以整件事 我幫觀眾朋友串一下 第一個 加州迪士尼本來要開 沒辦法開 很多州的蘋果店 本來要開 現在全部關起來 紐約 紐約州 紐澤西州 跟康乃迪克州 三州州長 開始宣布 美國另外九個州人 不可以進入紐約州 所以如果 大家都不敢去了 回報客 大家也都不會去了 如果進來的話 要怎麼樣 他進來的話 要隔離十四天 所以他會直接反映在 反映在什麼上 反映在美股上面 經濟上 美股在今天忽然大跌 這是全世界大消息 美股在今天大跌 七百一十點 對於很多人來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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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撼 很簡單 因為我們常在在兩個禮拜前 美國說什麼 我們要重啟經濟 我們要開始復工 所以很多人 對於美股的前景 其實是很樂觀的 可是今天這樣 無預期大跌 無預期大跌 有幾個個股 大家可以注意 第一個是 抱歉迪士尼 個股大跌 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辦法開 還有一個個股大跌 是什麼 郵輪巨人 嘉年華 嘉年華 他是全世界非常大的 郵輪公司 他每年差不多賺 兩百億美金 包含我們鑽石公主號 抱歉是嘉年華 下面數百艘 郵輪 其中一艘 抱歉嘉年華公司 一次跌 跌多少 跌百分之十一的股價 除了嘉年華公司 美國所有航空股 都跌差不多 七趴到八趴左右 所以對美國來說 未來他真的是病頻交迫 就是病的是什麼 疫情反彈 頻是什麼 股價大跌 所以對於美國來說 這件事情還沒有完 但不只是美國 中國也是發生類似的狀況 因為在疫情第二波的大爆發 而且還說這個病毒是更毒啊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所有大家都討論過 疫情絕對不會只有一波 其實大家都認知 在你特效藥跟疫苗出來之前 疫情不可能一波就忽然消失了 好了 我們依照過去所有流行病 包含西班牙流感疫情的經驗 第二波的病毒會更強更猛更快 所以說我們張善淳特別說了 因為有研究過 新的一波疫情的病毒株 已經被分析出來 他相較於第一波會更容易侵入人類細胞 容易到什麼程度 加強十倍 他的傳染性是第一波十倍 所以目前包含美國各州 還有包含中國北京 都會發生第二波疫情反彈狀況之下 再加上病毒株的 他的傳染力是十倍 我們大家都認為你北京真的會完蛋 你北京要趕快防疫 所以七月清零有可能嗎 重點是我們都很擔心北京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都在北京就學 我們有台商朋友在北京經商 結果北京這樣 天津中醫藥學大學校長 張柏黎特別說 北京七月可以清零 他之前說四月災口 也沒有啊 帶得很緊啊 所以說他這時候還在幹嘛 還在搞大內宣 還在搞宣傳 可是問題是我們看到的 種種跡象 完全不是這樣的 比如說第一份 第一份跡象是這樣子 北京市平谷區防控辦公室 在六月二十號的一份工作報告 外流 他說北京市政府同意平谷區醫院 平谷區中醫院建立方腸醫院 換句話說 北京當局要在平谷區設三個方腸醫院 而且是三個方腸啊 大家要搞清楚 我先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這地理位置 北京市中心天洋門在這邊 我們講的是什麼新發地 叫豐台區對不對 豐台區在北京市中心的南方 可是平谷區在北京市中心的東方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這個疫情僅局限於新發地 那這方腸醫院應該蓋在新發地啊 新發地有新發地的醫院 有新發地大 就是豐台區自己的醫院 可是既然蔓延到平谷區 平谷區在講的是北京市中心的東方 換句話說是整個北京市中心都有可能淪陷 因為這只是外面流出來的其中一份報告嘛 對不對 其他區會不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知道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嘛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畫面 是北京海定區的畫面 我們都說北京有可能武漢化 北京海定區畫面是幹嘛 已經開始封門了 過去你看這個狀況 他們開始用鐵條 要去把人家焊 把人家門焊住 不讓人出來啊 這個畫面我們似曾相識在哪裡看過 在武漢看過 就是武漢啊 對 武漢很多有人發燒的 就直接封門嘛 鎖門嘛 那這個畫面其實都是武漢成演 只是重演 只是我們不能想像過去啊 武漢沒關係嘛 它並不在天子腳下啊 對 現在在北京耶 北京天子腳下 竟然出現直接封門的狀況 我們試試看還有一些畫面什麼 你鐵條來不及封 他直接用一堆泥土喔 殺死直接把你的門擋住 不讓你出來 所以這些畫面都讓人家覺得說 好了 我們剛剛講說 你不是封台區嗎 新發地是封台區 可是他蓋什麼 蓋方向醫院在平谷區 封門呢在海定區 那北京其他區會不會很嚴重嗎 還有了 北京人民解放軍總醫院 甚至竟然被傳出來 我們戲稱叫301 301醫院喔 對 也傳出了大規模的院內感染 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大事 因為他是北京 他是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嘛 第一個 所有解放軍 我病痛 我摔傷了 我骨折了 我肺結核等等 我全部都在人民解放軍醫院看 如果裡面發生大規模院內感染 他回頭去解放軍裡面服役 工作當兵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解放軍的大規模群聚感染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能夠在這裡面的非富即貴 講白了 都是將官 如果北京的將官都確診的話 那對於北京解放軍的領導力 會出現問題嗎 因為北京所有軍隊都想層層交半 你如果將軍 如果將軍確診 你後面將士官沒辦法動作 會造成北京解放軍的指揮力 都會出現問題 所以整套看起來 不管是東方的北京 或是西方的美國 都出現疫情爆發的第二波高潮 這是台灣今天也出現的第一例可能疑似的本土兵力 所以整件事情我們大家都很擔心 但重點是我們台灣還是要做好 我們不要因為這件事情而鬆懈 該戴口罩 戴口罩 該保持安全距離 安全距離 這件事情對我們台灣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確 那創下你怎麼看呢 剛剛看到是包括了美國 還有北京方面疫情的現況 但是事實上 像是進步來看 美國方面也因為疫情 會影響到領導人的地位 其實兩個領導人現在都很緊張 首先講北京 北京301醫院 大家不太熟悉對不對 301醫院是什麼 2012年習近平有一段時間 不是傳說不見了嗎 然後後來說有被暗殺嗎 他住到哪裡去 到哪裡去躲 就是301醫院 所以周永康被抓了以後 徐才厚他們有生病送哪裡 送301醫院 所以如果301醫院出事情 那一個是整個中共掌政軍頭 在裡面 或者是他們最重要的人 所以301醫院出事 對北京來講非常嚴重 那到了美國呢 美國現在不只是疫情大爆發 對 疫情告急 造成的是連川普的選情 都已經告急了 為什麼告急 這一次的疫情不是說 在重新的爆發而已 而且讓美國害怕的是什麼 因為呢 單日的話是 四萬五千人被確診 對 這是從美國開始講有疫情以來 最高一次是四月二十六號 那時候是三萬六千人 怎麼你一次 在後面你都已經要解封了 要開放了 要經濟要V型反轉了 結果你一衝出來 衝的是有史以來記錄最高的一次 一天 結果是疫情往上衝 往上衝 然後再過來呢 加州是七千一百四十九人 也是加州有史以來最高的 然後你看到那種曲線 好幾個州呢 前面都已經趨緩了 是像火箭一樣的往上衝 所以這個你要壓平下去 是什麼時候 所以美國有人講了 經濟沒有看到V型反轉 疫情看到的V型反轉 而這個V型反轉對川普就更嚴重 為什麼呢 加州雖然呢 是共和 不是共和黨的州長 可是加州為了他的經濟 所以川普那時候講說 要解封 要解封 佛奇什麼都拒絕 加州就為了經濟 他還在配合川普解封了 然後這次這麼多州裡面 這麼多人裡面前三名呢 德州佛羅里達州都是共和黨的 都是在這個過程中配合川普 說我來解封 我要趕快地啟開 然後呢這天氣又很熱 這個地方又很多人很熱情 大家就開始沒有社交距離 沒有口罩 通通都中了 所以呢 今天來講的話呢 川普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紐約時報出來一個最新的民調 這個民調裡面呢 結果那個拜登完全沒有講話 完全不知道幾乎不存在的人呢 他是有史以來他的民調破百分之五十 就因為疫情 就因為疫情 就因為是經濟 當時川普跟希拉蕊在怎麼打 希拉蕊雖然有領先 也沒有破百分之五十 拜登破了百分之五十 而整個川普只有百分之三十六 這個落後很大 而且落後大裡面是什麼 女性當然不喜歡川普 然後那種拉丁裔 非裔 亞裔 因為川普的狀況也不喜歡 可是這個民調裡面最恐怖的 對川普壓力最大的是什麼 因為疫情 因為經濟 結果是老男白 老白男 那些川普的鐵票 竟然跟拜登不相上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川普跟拜登不相上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搞不好川普會發現說 十一月的時候 習近平還沒倒 他可能就先倒了下來了 好 那東豪 你怎麼看大陸方面 尤其說這個預言 說七月份可以清零 怎麼可以這麼樂觀 因為上次五塊清零也很樂觀 也很樂觀 每一次他的公布數據 都非常準的 準到他可以當預言 但是你在看這波 就像北京那樣非常緊張 因為如果你有朋友在北京的 你大概打聽一下 大家 我自己問了好幾個 北京的朋友 他們給我的用的形容詞 是三個字 半封城 半封城就告訴你們很緊張 因為半封城會有很多規矩 是 好 那但是你剛才講到301 其實為什麼會選30 因為其實在講 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 因為 其實你現在 你現在馬上可以上網去查 你去查一個東西叫做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官方網站 裡面呢 你去找一個什麼東西呢 叫做高層動態 高層動態呢 比如說我現在剛剛點進去的這個 這是告訴你習近平 跟他的夫人接待荷蘭國王 6月25號 最新動態 對 然後6月25嘛 然後每隔幾天 你就看到習近平在做什麼 好 為什麼要看這個東西呢 當你看到習近平陪著 荷蘭國王的時候跟往後的時候 就告訴你 他沒事 他很健康 好 但是有一個人 你現在看到這一個人啊 這七個常委是中共權力的大頭頭 趙樂際 政法委 他是常委之一 簡單講 這個人的最後一次曝光行程 是5月29號 5月份啊 5月29啊 我們現在6月都快過完了 對 都沒消息啦 那5月29是什麼事情呢 就是兩會嘛 人大跟政協嘛 他最後一次就是人大落幕的時候 5月29嘛 然後從此以後呢 沒有看到消息 這代表什麼呢 你就會好奇 他是不是有事情 因為比如說 本來被點名的還有一個是韓正 他也是常委 但是呢 前一陣子終於有消息了 那趙樂際有什麼重要性呢 因為政法委是這樣 政法委就是一把刀子 殺人的刀子 所有的整數 所謂整數風紀都是趙樂際的事情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一個小插曲 4月的時候 中共有一段時間 大家一定會談一個人 那個叫孫力軍 公安部副部長 他是4月19號下台的 那為什麼 這跟趙樂際有什麼關係 因為趙樂際在4月17號的時候 出席所謂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有七個常委出席的活動 他出席之後 4月17日出席 看完政治局會議之後呢 兩天之後趙樂際就下台 不是只有趙樂際 這個孫力軍就下台 中共公安部 也不共有也就5到7 5個左右的副部長 其實從那個時間算到現在 已經三個了 所以那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這種事情 政法委一定是最權威的 那個之後呢 你就看到趙樂際跑哪去了 跑到甘肅 去做宣導 你們這個抗議啊 不能貪污 不能怎麼樣 政法委會加強取締 再過來呢 兩會時間 兩會529之後 這個人不見了 沒有 無聲無息 那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配合所謂的301醫院的那個 那個謠言就是說 一直有個傳說啦 301醫院有護理人員受到感染 所以 他們在講說301可能是有群聚 是不是有院內感染 當然到目前為止你不知道 因為301如果這邊有群聚感染 這個全部是中南海的官員 在看病的地方 北京市的一般官員是沒有資格的 他一定是中央高幹 一定是黨政的高幹 所以301有感染 那不是要開玩笑 那所有人都有威脅 好 可是還是回到一句話 中共經常都預言準確 跟你講七月歸零就七月歸零 可是他的七個最重要 七個常委之間的 趙樂劑到底在幹嘛 他到底有沒有染病 他為什麼從529之後 無聲無息 什麼新聞都沒有 這件事情非常奇怪 如果最後 趙樂劑被證實是有染病的話 你怎麼去想像 北京的疫情嚴重到什麼 對 好 不過當然以台灣來講 防疫蠻成功的 可是疫中就在這兩天 大家又開始緊張了起來 當然原因就是因為 回到日本去的這位女學生 那麼如今說 她應該是在採檢的時候 已經沒有所謂的傳染力 但即使如此 大家還是很擔心 尤其是四天的短午連假 大家都趴趴走 昨天就是你知道 指揮中心連開兩個記者會 然後大家就在考慮說 怎麼會突然連開 你也知道 就有點緊張了 對 後來就證實 就是說這個日本的 這個女學生 那回去 那現在大家在討論說 到底算不算本土感染 我跟你講那就是本土感染 這個根本沒有什麼好去隱瞞的 那只是說 因為她的情況比較特殊 是因為這個女學生呢 根據日方的報告 她的CT值呢 是37.38 那這個被認為是弱陽性 那日方有解釋說 當這個CT值 就是大於32 33的時候 基本上她就是沒有傳染力 所以這個女學生很顯然 她的她就是所謂的弱陽性 沒有傳染力的 然後她也沒什麼症狀 所以她在台灣爬爬爬的時候 基本上她就是看起來 就沒有什麼力量 所以可是問題就是出在說 那大家就是想說 那台灣到底 因為我們連續73天 沒有本土案例 我們現在在意這件事 就好像你連莊73天 你不能破功嘛 我覺得重點不是在於破不破功 因為台灣的防疫做得真的非常好 我們世界頂級的 那即便有一個本土案例又怎麼樣 那事實上不可能完全沒有本土案例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以前包括我們之前講 像酒店女公關 大家知道 那酒店女公關後來結案了嘛 但是她在本土感染 問題是她的例子 她有沒有找到感染源 沒有嘛 那更不用講像磐石健 磐石健那36個確診 後來也證實說 她其實在3月的時候 就在國內 他們磐石健是在國內就已經感染 然後上傳 然後到了帛琉再回來 所以這些 他們都已經感染 然後因為個人的體質 或怎麼樣 感染好了以後 但是到目前 我們也都沒有找到這些本土的感染源 所以完全不可能排除 台灣有所謂的本土感染源 只是我們相信說 這個感染源 以這個日本的這個女孩子來講 就是說 她可能是弱陽性 就是說可能台灣 有些人是可能無症狀感染者 可是情況比較輕微 所以她也沒有什麼傳染性 那現在問題就是冰寶 剛好這禮拜就是端午連假 那今天開始大家看新聞 高速公路全部都紙爆 塞一整天 你看多少人往中南部 往花東跑 那現在要怎麼樣 大家 所以時鐘也有講 我們的時鐘部長說 就是希望大家盡量 就是可以的話 就是不要 不要盡量不要外出 始終有講 可是大家已經憋那麼久 然後我們又連續七十幾天 零本土確診 所以大家一定是往外跑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自始至終 像我自己 你問我的話 我從來就不相信 台灣是完全百分之百的零確診 因為我們並沒有進行 所謂的大規模的普篩 我們沒有把兩千萬人 全部撒下去檢查 台灣目前 但是我們也相信 指揮中心的判斷 就是台灣不需要 就進行這種所謂的 大規模普篩 因為我們目前防疫 做得很好 所以我相信 我願意相信CDC 就是我們指揮官的做法 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國人 就是說到了人多的地方 本來就應該要戴口罩 本來就應該要保持社交距離 這是很基本的 其實我們 我這兩天 前兩天有搭那個火車 高鐵 我就發現說 大家其實戴口罩的比例 其實很低 只有在進去的時候 因為那個服務 那個站 站務人員又說 要求你戴口罩 所以大家就戴起來 然後進到站裡面 馬上拿下來 我自己當然是全程戴著 可是我發現說 其實很多 我們的國人同胞 大家對於戴口罩 這件事情 已經開始懈戴 當然因為天氣熱 大家戴口罩會不舒服 可是我覺得至少 在室內的時候 拜託 口罩一定要戴起來 這個是最基本的 保護自己 因為沒有人可以排除說 台灣是100%的零券 所以我覺得這個女學生 這個事情也不是個壞事 就是說 至少提醒大家 就是說 我們還是有可能感染的風險 那你看國外都已經爆發 二次感染 三次感染 那情況那麼嚴重 那台灣 第一波守得這麼好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個成果繼續延續下去 然後相信我們的CDC的專業判斷 我覺得這才是 應該是上上之道 那瑞德你怎麼看 這個女學生其實說她是蠻單純的 但即使如此 是不是還是得要公佈一下她的足跡 又或者是端午連假 大家都出去報復性的旅遊 會造成這個防疫的破口嗎 今天我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已經公佈她是高雄地區的大學女生 那至少把現實有講出來 當然也不是說高雄 高雄地區的老百姓 就必須要很緊張 也不需要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易中已經講了 那麼她的CT值 大概是37.38 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各位 大過35以上 在台灣就不列入陽性 那麼大部分都是要低於33以下這樣子 那麼她不具傳染力 但是問題是她是目前不具傳染力 那麼我們必須要瞭解就是 因為她二月底的時候來到台灣 那有些人我看網路上面 不明就裡就開始罵了 為什麼二月底外國人還可以來 不是都已經禁止來了嗎 麻煩你去Google一下 三月十九號才禁止外國人來 你要罵之前 你稍微Google一下好不好 表示大家很在乎這件事 沒有錯 緊張一下也不是壞事 緊張一下就剛剛講的 我個人認為 已經戴口罩 大概在室內室外的這個戴口罩 大概低於一成了 因為大家悶太久了 好像全體台灣人大概都忘了 還有這個所謂的病毒這件事 外面已經到了九 大概九百五十萬 下個月下個禮拜 大概可能就破一千萬個人感染 然後四十八萬多人死亡 美國 俄羅斯 還有巴西 前世界前三大不斷地在增加 我們好像當作沒有發生 就過了沒過 沒過 只是我們控制得很好 而且各位要有心理準備 為什麼呢 不是要不要講日本的這一例了 那麼包括昨天那個瓜地馬拉 外國回來的 那麼緊接二來 我們不是要開放包括商務的 商務五到七天 然後呢 你隔離了以後去檢疫 是陰性就可以讓你進來 其實這個要冒很大的風險 為什麼呢 瓜地馬拉回來在當地的事實上不舒服 他二採陰 結果回到臺灣以後還是陽性 所以事實上他有一定的風險 那麼尤其是開始開放 除了中國之外 那麼大部分的國家開放 在臺灣轉機 轉機就有風險了 為什麼呢 轉機的風險 各位還記不記得有一團到意大利去的夫妻 跟兩個孩子 他們在香港轉機然後坐飛機就中了 你知道嗎 就中了 那其中有一個兒子還是沒有症狀的 但他體內 我聽陳時中講 他體內的病毒帶病量 帶病毒量是很大的 可是他沒有發作 他們是無症狀者 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道到底是飛機上 還是這個轉機的時候中了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例子講 因為我去年剛好去過杜拜 杜拜大概是全世界轉機最多的機場之一 杜拜為什麼到後來 他很多的這個 確診子會增加的原因是因為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轉機雖然不繞進去 但問題是你坐過的地方 上個廁所打個噴嚏 你的噴嚏裡面的病毒 就灑在這個地方 緊急而來的人不知道摸了 不小心摸了以後 又去摸自己的口皮就中了 對 那就是這個就是這樣傳染 可是他可以去免稅店對不對 沒有說 如果你要去免稅店 這邊摸摸那邊蹭蹭都是一樣 所以這次包括我們臺灣 你雖然這個轉機 但是對免稅店有很嚴格的規定 就是可是大家都要記住一件事 都有可能境外的病毒進入到臺灣 不可能沒有 所以你只能保護自己 你口罩不能這個等於說 因為這樣就不要 那這個女學生的案例呢 不管他到底是在臺灣中的 還有人說會不會是在轉機飛機上 還是說他早就日本中了 然後帶到臺灣來 那個都不管 因為事實上 剛剛易宇宙所說的 三七九的臺北女公關的事件 造成全臺灣 那個所有坐臺北酒全部關門 到今天都還沒有人知道 他的源頭是怎麼樣 不只他 各位要知道 臺灣第一起大概是院內感染的 那個醫院裡面的那一位女士 到今天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從哪裡來啊 他也到公園 然後到卡拉OK這樣而已啊 然後他的卡拉OK的這個疫調 還有公園的疫調也沒有嘛 所以我們有好多的案例 找不到我們的相關有一個學生 那麼因為這樣確實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傳染給他的 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 有不明的傳染源 那麼他傳染給這個相關的人士確診 那確診了以後呢 這個女學生現在最怕的是 這個女學生現在身體的帶病量 那帶病毒量不足以傳染給所有人 但問題是他在此之前 二月底到現在 他是不是曾經之前就發病過 他不知道以為是感冒還是不舒服 那因為他是外國人 他是日本人 所以他有去看過健保嗎 他去看過診所醫院嗎 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然後呢 除此之外 不過至少有個好消息了 因為他的生活比較單純 那麼他就是個來遊學 所以在大學租的地方 學校吃飯 他沒有打工 沒有打工 反正接觸的人更多了 對沒有打工 你看北京不是一個外送員 一天接50單 他確診了 天啊 他送過的每一副都有可能 那麼還好是這樣 所以總共列出140個人的接觸裡面 有123個人 125個人居家隔離 那因為有兩位已經出國了 所以是123個 昨天還找不到其中7個 那現在檢體123個人檢體都採集完畢了 晚上最新的消息是100其中109個人是陰性的OK 那大家至少可以鬆一口氣 那另外幾十幾個人如果明天公佈的時候也是陰性 那我們暫時可以鬆一口氣 但是呢 大家也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病毒沒有消失 他不曉得常在哪裡 那你也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病毒如果你中了得了 他不會無緣無故從你的體內消失 那麼從那個金巴黎的台商八十幾天 八十幾天也就是你中了以後 他肯定在體內裡面可以存活八十幾天 在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 大部分的人給他緩解了治療法了以後 他可以痊癒 一直到這個病毒全部洗漱 要八十幾天 那所以也就是萬一 我們你不要忘了磐石劍 是不是有很多沒有症狀的人 那全全中國至少超過七千名以上 沒有症狀的人 他們有個共同的特徵 那麼鍾南山他們來去分析說 他們有個共同特徵是 體內的病毒量比較低 所以呢 代言的這個病毒比較低 傳染率就會比較差 我們現在就阿彌陀佛說 這位女大學生 從二月底到現在在台灣 她從得到這個病毒到現在 她沒有傳染 沒有足以病毒量傳染給任何一個人 但問題來了 如果 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想 她在台灣 如果是在台灣被傳染的 那麼她在已經傳染給別人了 那別人是不是應該要出現相關的病徵 我要提醒政府一件事 那麼因為昨天連我自己本身 九點多要上那個綜合交流道 半個小時上不去 上綜合交流道 塞得一塌糊塗 我就不知道過年都被塞成這樣 真的 就報復性的出遊啦 雪睡 雪睡 乾脆就掉頭去走北宜公路 還是冰海公路吧 你在那邊塞那麼久 整整塞了三十幾個小時幹嘛呢 那大家悶壞了 我知道 因為好不容易有個四天連假 大家悶壞了 可是問題是 口罩還是要戴著啊 所以呢 經過這個事情告訴你 那個病毒不知道在誰身上 可是問題是 他沒有從台灣消失 他也沒有從世界消失 所以呢 我還是奉勸跟呼籲大家 你的那個實名制的口罩 還是一定要去領 你們家那兩瓶的那個 一個人可以領一瓶 酒精嗎 現在可以領兩瓶 那個酒精啊 七十五度的 千萬要準備兩瓶 還有 大家都要搶的衛生紙 跟相關的麵條泡麵 還有你家的米 拜託大家先去準備好 為什麼呢 因為萬一你要知道喔 萬一真的又突然間 無預警 今天是七十幾天 沒有本土案例 萬一真正有一例是 我們台灣人 而且是本土案例的話 你看大家會不會嚇死啊 所以趁現在 要為雨籌謀 無視敵之不來 要事無由以待之 請大家 你們去玩沒有關係 記得戴上口罩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不小心 萬一真的疫情重現 現在去玩的現象 想想過去三四個月 我們的日子是怎麼過的 好 瑞德哥非常恐慌 不過在大陸方面 現在北京的民眾 還擔心的是這個水患的問題 這大雨下個不停啊 正好 其實現在整個中國 不只是北京 就是從北到南都下雨下個不停 我們現在先看北京的畫面 北京其實是因為他們氣象來發布 雷電黃色預警信號 加上七級暴風 你現在看到是龍捲風的畫面 這不是在美國西 不是在北京耶 因為這個是這樣子喔 它北京是這樣子 我們有看到這個雷電嘛 對不對 下大雨嘛 然後呢還有冰暴 然後還有龍捲風 這些東西不應該湊在一起 可是問題是 現在全部都在北京發生了 但沒有關係 如果只有北京發生這種災害 大家覺得沒有問題 反正就是北京一個地方 可是現在中國尷尬的地方 就是它由北到南都在發生 比如說武漢 武漢那個狀況 武漢等於是在中國的中間 都在湖北 這個武漢旁邊長江 會經過武漢對不對 你現在分得清楚哪個是長江 哪個是河堤 哪個是岸邊嗎 其實分不清楚 它長江水已經潰堤到 就是它的河堤 還有長江還有岸邊 全部融為一體 然後人們在旁邊拍照 因為從來沒看到 長江水長成這個樣子 再來看上海 上海是南方對不對 上海這是上海的暴雨 他們暴雨下到那個人孔乾的水 是從下面噴出來 但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上海是個非常進步的城市 他們地下排水系統很好 應該做得很好啊 很完善 而且你看它人孔乾是直接噴出來的 而且上海是沿海對不對 所以它排水也相對簡單 可是問題是 當你看到這畫面 代表什麼是 所有的排水系統 全部塞滿水 所有排水道全部失靈 所以才會從人口蓋噴水出來嗎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中國的狀況是北中南 然後三峽大壩上游 三峽大壩下游 全部都在下雨 那這些事情 本來應該怎麼樣 讓大家知道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 三峽大壩到底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可是結果中國進來幹嘛 在搞維穩 在搞大外宣 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況是 中國包含重慶市的公安局 特別下令跟人家講說 緊急通知 民眾你如果未來在網路上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那些畫面 如果你再把這些畫面 貼在網路上的話 一斤茶石 馬上逮捕法辦 後面還加一句 絕不姑息 所以今天畫面都不能上傳了 不能吹哨 就沒有吹哨 以前覺得吹哨者會被抓 然後只有說李文亮那種講疫情 抱歉你現在講這種水氣 講貼氣也不行 貼氣也不行 因為這是重慶市公安局 露出來 那這什麼 就是在維穩 大外宣在做什麼事 大外宣很簡單 現在我們都擔心 三峽大壩會潰體對不對 結果大外宣他們竟然 我看到中興社在昨天 竟然貼個三峽大壩的畫面 他把三峽大壩拍得很唯美 說什麼雲霧繚繞 如釋仙境那種畫面 他拍得非常漂亮 可是你要知道 中興社等於是 中國的中央的官媒對不對 這時候應該提醒大家 三峽大壩上下游的群眾 能避難給他避難 要讓大家面對現實 可是他竟然去做大外宣 那個高空 他還出這種空拍機 然後去拍三峽大壩 那畫面還真的滿美 就是綠色的湖水 配上那種 就這畫面 你看綠色的湖水 配上那種煙霧瀨漫的畫面 暫時忘卻淹水的是吧 確實看起來是宛如先進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 你沒有去誠實面對 三峽大壩工程品質的問題 三峽大壩上下游 可能潰堤的問題 所以整件事情是這樣子 我認為天氣是一回事 可是中國在面臨到 這種極端氣候的時候 他一樣走回他過去的老路子 左手維穩 右手大外宣 可是這件事情 你當然可以騙得了自己 可是你騙不了老天 老天該下的雨還是會下 你騙不了三峽大壩 三峽大壩如果那個雨量 超過他的工程設計的話 還是會議題嘛 所以對於中國來說 我們都真的很希望說 面對這件事 中國應該正視這個問題 好好處理這個問題 讓民眾該逃難的逃難 該避難的避難 這才是正辦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